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六线赫岗路段2日14时许发生疫情自小客车 追撞前方临庭大货车之交通事故 经初步调查由郭南驾驶之自小客车 连台六线西网东执行行经事故地点 以为注意车前状况追撞前方临庭路边由城南驾驶之大货车 大货车在推撞前方停放的是小货车 造成自小客车内两名孩童轻微差错伤 所幸经救护车送医后未有大碍 驾驶经酒精浅测未有饮酒情形 详细事故原因尚待调查厘清 呼吁用路人驾车因全神贯束随时注意车前状况 以确保自己与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